注意看 眼前的日本人竟然花了二百万日元 整容成一条狗 而它成为狗的理由竟然是如此的奇葩 现在它不仅模样像狗 连动作也和狗一样 日本男子从小就觉得自己是条狗 这让他都不敢和人交流 自从整容成狗后 他变得更加信心了 现在他赶来到公园和人们打招呼了 看到别的宠物狗路过 日本狗还会打招呼 可以说他现在是真的成狗了 不过他的举动把宠物狗给吓跑了 这让他无比的失望 为了早点融入狗圈子 他叫女朋友带他去宠物狗多的地方 你没听错 在变成狗之前 他是有女朋友的 起初他的女朋友很反对 但看到男人如此坚定 女子也只有随他了 毕竟只是男女关系 现在日本狗还无法适应用四肢走路 因此他去哪儿都是由女朋友拖着 看到别的狗后 这让日本狗开心极了 他不停地向宠物狗示好 可惜宠物狗都很害怕的 毕竟这家伙是不伦不类的存在 日本狗的出现吸引来了很多人围观 他们做梦都想不到会有人想做狗 在女朋友简单介绍后 众人都对他刮目相看 日本狗见对方认可他的新身份后 这让他无比的激动 就差要叫汪汪汪了 为了让男子早点习惯狗子的生活 女子每天都会带他出去 做康复训练 日本狗学得很快 现在他已经能习惯用四肢走路了 男子为了让自己更像狗 他还学习了狗子的习惯 出门散步还必须要有人牵绳他才会出门 现在不仔细看 根本分辨不出他是日本人变成的狗 果然日本人的思想我们永远不懂 还好他的女朋友也喜欢养狗 为了更好地像狗 现在男子